人口普查局的回复截止日期为9月30日 但是多个华人聚居地区的回应率不高 华人聚居地区之一的蒙特利公园市 日前举办了一场人口普查的推广活动 在蒙市的人口统计中 在8月中的回应率有60%到84%不等 而华人聚居地区在60%到70%左右 蒙市市政府正在举行超CATFON活动 以推动民众以创意艺术来推广人口普查 蒙市警局和阿罕布拉联合学区 早前也在拦挤老人中心外搭起帐篷进行推广 有工作人员向司机询问是否已经完成人口普查表格 送上印有人口普查的黑色礼物袋 警员们也向大人和小孩派发冰棒 蒙市市长陈赞欣表示 这是填写人口普查的最后机会 请确保你们出来填写表格 可以在网上填写 致电由专人填写 或者以邮寄的方式递交人口普查表格 但是希望你们能够计算其中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 城市需要这些统计数字 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资源去举办活动 来服务你和你的家人 蒙市副市长饶颖帆说 人口普查是非常重要 这样我们的州 县和城市才可以得到足够的资源 如果你不被统计在内 我们将会丧失和放弃我们的资源和代表性 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们正确的资料 让我们有正确的资源服务这个社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